1951年6月23日 试飞员乔治邓肯正试图将一架最新版本的F9F黑豹战斗机降落在中途导号航母的甲板上 但突然吹过的腰风把他的飞机直接甩到了甲板的边缘 战斗机被切成了两接陷入到一片活海当中 这样的架势 你认为飞行员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吗 但幸运的是 由于处置及时乔治邓肯活了下来 而且仅仅只是耳朵被烧伤了而已 不到半年他又开上飞机了 这段珍贵的影像不仅告诉我们 把飞机降到航母上是个多么危险的活 也让好莱坞捡到了便宜 把它作为素材直接搬运到了好几部电影当中 比如1976年的《中途岛》和1990年的《寻找红色十月》 当然在后者当中 他临时克串了一下更为现代的F14熊猫 如今舰载机在拙箭时会推力全开 所以不太可能再发生掉到甲板边缘的情况 顶多是没有挂上拦住所后 再次从斜角甲板上付费了而已 造成损失的概率大降 不过在早期航母是没有斜角甲板的 舰载机就是直冲着舰手这么笔直的降下去的 没有付费的机会 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给拦下来 还真是不惜一切代价 首先相对于现代航母上只有四条甚至是三条拦住所而言 直线甲板的航母上有12条拦住所 诶 但这就够了吗 显然不够啊 万一要是尾沟拖了呢 你再多的拦住所又有何用呢 那我只能把目标定在起落架上了 于是在12条拦住所后面呢 还绷了5条拦住网 它长成这个样子 由上下两根钢缆组成 架设高度大约1米通过拦住飞机的主起落架来制动 诶 你最好不要尝试真的用到它 因为我感觉它就是个半码绳嘛 飞机撞上去呢 非死即伤啊 是一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做法 而且对那种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的飞机啊 牺牲作用还特别的大 好 万一就算这样还是没把飞机给拦下来呢 诶 当然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啊 高约6米的主三网了 它由上下两条水平的横锁与数条垂直的条带组成 目标直指整架飞机的机身 不过相比起将全部自动硬力 都施加在飞机起落架上的拦住网而言 它通过更大的接触面积呢 反而分散了硬力 使飞机受到的伤害减小了 尤其是它在材质方面啊 并无钢缆 只有又宽又软的尼龙 也使得飞行员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不会像前面的钢缆那样 可能划过机头窃进坐舱啊 诶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啊 哪怕是到了现在 航母已经有了斜脚甲板 和更加可靠的着剑系统 主三网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平时收起来紧急情况下 只用三分钟就能够架设好 还的确是救下了很多突发状况的飞机呢